第二个问题是细索 细索要怎么取得我要的字数是最OK的 当然你不能只用Lapt 因为Lapt你用三个字也不对 用四个字也不对 用五个字也不对 所以到底要几个字 所以我先第一个step 就是先查出到底几个字 我们查出几个字 第一个查入函数 游标先放哪里 放C2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找到文字类里面的Fy函数 我刚刚提到 那Fy函数的话 接下来它会有三个问题问你 请问一下 你要找什么字的位置 我要找钱瓜糊 不过特别注意 钱瓜糊它的宽度特别宽 所以它应该是全形的 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给全形 你不能打个半形 你不能序的加9 这个一定是半形 你一刷就知道了 这么一点点就半形 记得 我用金注音的话 一定要先切到中文模式 然后呢 看一下那个 ESCAP 左上角 左上有第二个 下面这一个 编导资源 再加Shift加9 这样的爱恩 还会是钱瓜 我也是全形的 如果全形漫形 搞错的话 也会找不到 OK 那你说老师 那我如果不是新出印怎么办 没关系 你从这边复制贴过来也可以 拿这边有没有 复制贴过来也可以 好 那点击下面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前后会自动帮你加双引号 表示它是一个Test 这个是一个文字 那V10印的话呢 就是在哪一个资料里面 V10印Test应该是指的资料 所以指的是B2 在B2里面帮我找一下钱瓜糊 在第几个字 算一下 算完之后第五个字 OK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得到5啦 可是问题我要的是应该是四个字吧 所以记得把后面再加一个-1就可以了 -1的话呢 表示说呢 我把钱瓜糊 向前再扣一个字 那这个表示它的四个字 那把这个公式再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OK 然后呢 再插入一个函数叫Lapt 那我透过Lapt 因为刚好我要取得 刚好是左边的资料 所以这个资料里面我要取几个字 再取刚刚的那几个字 有没有 四个字嘛 有没有 得到的就是这四个字 按确定 然后呢 再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子呢 就全部取得应该是正确的 这个细索了 那宽度如果不足的话 我的习惯是把左边 西蓝的这条线 右边这条线快点两下 它会自动填满 自动调整栏宽 或者另外一个方式 其实你如果点西蓝 这边有个什么 自动 它自动调整栏宽的 我最早上在这边 有个自动格式里面 自动调整栏宽 这也可以 不过好像 比较快的做法 我的习惯是这边 快点两下 它就自动调整 OK 那第二个问题是年级 年级的话 这个年级的问题 跟刚才有点像 但是刚刚的是用Laps 是左边算过来 可是年级刚好在中间 所以呢 显然 一定会用到一个函数 叫Mid 就是Mid函数 那一样的问题 到底 它这个字的位置在哪里 OK 所以呢 我们大概有一个 推移的方式 那你可以怎么样 后挂呼的位置的下一个字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 不过后来发现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边有读了一个什么 空白 那空白 也算一个字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 没有注意到空白的话 那你可能会取出 奇怪 怎么什么字都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 它的方法跟刚刚一样 第一个一样是Find 所以我们先找到Find Find 什么呢 那我们就不要找前挂 我找后挂呼好了 Find 后挂呼的话 一样是前导字元 让序文加上零 OK 然后这样的话 后挂 记得要全形的 然后在哪边找 在这边找找看 找到的话是第七个 所以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理论上 我应该是第七个 第八个第九个 所以记得加二 特别注意 不是加一 因为中间这边有个空白 空白要算 OK 这样的话应该是第九个字 所以上下填满 其实这边都会是它的字的位置 年级的位置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你把公字再减下来 不包含等 插入mid函数 OK 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 可能就不能用naps 也不能用right 因为在中间 所以用mid 好 那mid的话呢 它会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资料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问题呢 从哪个字开始算 我要从刚刚公式贴上就可以 对吧 刚刚公式贴这里 意思就是说 从第九个字帮我取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 那请问一下 你要几个字 我只要一个字 因为那个班级只有一个字 所以取1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 底下的结果如果是2的话 那表示应该是正确 按确定 OK 那这样上下填满 两下 OK 好 没问题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看一下 后面应该就全部取出来了 蛮快的 那如果你不会用对的公式 用fine函数的话 那真的很麻烦 因为现在很多资料 它一定都是一串 那你要它中间的部分资料 但是它有固定规则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 用fine函数 这个fine函数非常重要 那最后的话是学术试 学术试的话 刚好在 比较简单 应该是抓钱瓜糊吧 钱瓜糊的下一个字 所以怎么做 一样是找钱瓜糊的位置 所以 所以一样再先什么 踏入 那个fine函数 OK 然后找什么 找钱瓜糊的位置 先找资源 再这样 去的这样久 Enter一下 然后移开的话 它自动会加前后双一号 所以你不用自己打了 如果没自己打 没有的话 你要自己打一下 那v16的话在这边 找到第五个字 OK 按确定 那钱瓜糊的下一个字 取一个字 所以一样 把它加一 下一个字的话 加一就可以了 表示说呢 我要的那个字呢 刚好在钱瓜糊的下一个字 应该是第六个字 OK 有没有 四 五 六 没错啦 像刚下填满 当然也 不用填满 没关系 那再来的话 你一样就是把这公式 再减下来 不怕你等号 再插入那个MID函数 然后呢 一样的问题 这储存格 从几个字开始 start number 从刚刚的这个位置 六个字开始 帮我抓几个字 刚好一个字 因为学硕 刚好就一个字 按确 看一下是不是硕 字的话呢 按确定 好 那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都OK了 所以呢 三个栏位的答案呢 那就分别 是 left加上fine 那这个的话呢 是 mid加上fine 那这个也是mid加上fine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好像蛮接近的 这个年级跟这个 就差一个是找什么 这个是找前 这个是找后刮壶 加二嘛 这个是找前刮壶 加一 不过啦 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全部都找前刮壶 或全部都找后刮壶 当然也可以啦 只是说你那个位置 自己在加几个 比如说你 几年级 有没有 你说老师我不要找后刮壶 我可不可以找钱 可以啊 你就是找前刮壶之后 本来是加二 你就加四不就好了 比答案不一样 OK 那只是说啦 一般习惯是尽量 找比较近的吧 你不要没事 找那个比较远 那反而容易出错 那当然不是很好 OK 所以这三个问题的答案 大概就是三个公式 分别产生 那产生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希望呢 可以让它自动完成 所以我可能会需要呢 做几个按钮啦 但我们眼睛不要太大 我们有三个栏位 对不对 三个的话呢 那我先 录制剧集的话 我先不要那么贪心 我干脆先产生一个来 根据细索好了 就是西栏部分 当我按下细索的时候呢 这个细索会自动填满 另外的话有个清除好了 清除按下去的话呢 它自动帮我把这个细索的资料清空 那年级跟学硕士哦 用重录 直接拿细索的来改一改就好了 OK 其实它很多地方是一样的动作 只是换一下 那所以我会教各位怎么样 干脆自己用改的 所以录制剧集之后第一个你要看懂 第二个会修改 第三个的话呢 会拿相似的范例 拿来产生一个一样的按钮 OK 那就自动产生了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会需要先做录制剧集的部分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相关的参考答案呢 其实云端白板上也有了 有没有云端上面 我记得我好像有把它放上去 这边其实也有参考答案 选课资料 这边其实也有 在公式啊 如果你假设这size blockq的话 自己稍微看一下 然后底下的话 就是年级的占比 学说是等等的 等一下就是在做 录制剧集 写程式的部分 可以试一下 好